为了推广幼儿运动 华联县政府和华联县体育会特别举办了 112年华联县回南杯幼儿足球嘉年华活动 采单位主队竞赛强化学童团队精神的涵养 也采趣味竞赛方式和世界主流运动来接轨 要增加学童的国际事业 华联县体育会举办112年华联县运动爱台湾2.0 回南杯幼儿足球嘉年华锦标赛 19号上午在花莲国福运动园区足球场热情登场 来自全县主持人育儿球队 取居一堂来磨合小球们之间脚架的功夫 一位胡文琪 声音吴建志 与正文韩丽美股东生活团队林立林 外线体育会主为汪锦德共同来举行开救仪式 孩子能够平安快乐地成长 但是一定要健康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 我们大家好好的培育我们好 我们的下一代让他有最好的成长的环境 足球游泳是所有运动里面最健康也是最全方位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我们大家一起 我们大家一起我们的孩子加油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现在吴建志也肯定幼儿足球赛的活动 足球 幼童的足球活动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那在比赛至于大家要注意安全 那祝大家都能够这个拿到好的成绩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订阅体育会表示 培养孩童们自由爱好运动的习性 促进幼儿运动的风气 提升足球运动人口的数量 推广基层足球运动奠定杂根的工作 这次采单位组队竞赛 强化学童团队精神的涵养 鼓励幼儿运动带动风草和风气 为提前达到运动的目的 比赛是采取位竞赛的方式 与世界主流运动接轨 增加学童国际的视野 记得就关于广州报道